富贵 富贵 这个进去吃 早上起来我们富贵有点反胃 你能不能不要把你吐的吃进去啊 富贵 现在两天都没有喂他狗粮嘛 都是为了米饭 可能是 米饭吃的 可怜的富贵呀 等大轮胎中 做点饭吃 然后被哥哥他们围观了 我的饭快做好了 做了点粉丝 然后我为这个平静的小镇打了个一丝鱼了 我吃过饭了 现在在给王富贵做他的米饭 他的锅太小了 做一顿只够他吃一次的 王富贵的米饭用的是鸡肉汤 然后加点火腿肠 早知道这个锅 要用柴火来烧火就买便宜的锅了 我这套锅还200多嘞 哎 烧的黑不溜出的 最近要背黑锅走天下了啊 这个小镇上还有木桶浴耶 木桶浴是40 淋浴420 我准备洗个淋浴 然后顺便把衣服洗了 今天虽然是休息天 但是要干火呀 你们看我的衣服 是不是已经黑的发亮了 跟老板说了一下 可以在这里洗一下衣服 决定的下午呢 还是洗木桶吧 40块呀 可以便宜一点吗 没有啊 好 这个有暖气吗 应该有啊 应该有啊 好的好的 现在早跟衣服都洗了 人的感觉白了一点 再也没有说我是挖煤的了 现在师傅在帮我擦轮胎 已经联系好仓都的一个司机 把胎带过来了 大概一个小时就能到 但是呢 我的衣服干洗了 今天应该走不了吧 然后一堆储具还在那里没有收拾 轮子已经拆了 我们现在静静等待的轮胎的到来 我现在去准备熬个鸡汤 等能胎的功夫 我化身了厨娘 准备做一个鸡肉汤 里面加了好多 哎呦 扑了扑了扑了 加了好多那个 菌菇之类的 还加了胡萝卜 今天虽然是休息的一天 哎呦 锅帽出来了 今天虽然是休息的一天 但是也做了好多事 工作饭都做了三顿了 给王富哥做了一顿 让他们帮带胎到了 师傅说50块 因为这个师傅工具有限 只能这样硬 硬着把它弄进去 现在开始打气了 很多小朋友啊 下课了是吧 现在已经5点钟了 5点半了 没想着就等了一天 我的胎就到了 然后运费是花了200块 明天就可以出发了 现在师傅在帮我装车 看一下等一下 他这个装车费是多少钱 太装好了 但是不好意思 就是太那个纹路装返了 现在又要麻烦师傅重新拆一下 因为离家还有1600公里 安全最重要 现在车胎已经装好了 我准备把我的鸡肉摊 热一下准备吃饭了 我这熬了两个小时的鸡肉汤 得好喝 开动了 今天就这样吧 拜拜啦